天然第二天 哈囉大家好,我是可樂一 這次我要來執行為期三天的蛋蛋餐 蛋蛋餐就是英文所稱的Aid Fast 那它是一種極為低碳水的飲食方式 你每天只能吃蛋跟油 如果你沒有生肚超過一個月的人呢 是不建議執行的 因為它碳水極低可能會造成你頭暈想出甚至混淆的狀況發生 所以如果你身體不適也不建議執行喔 蛋蛋餐要怎麼吃呢? 蛋蛋餐是在你起床後的30分鐘之內你要吃進第一餐蛋 每隔三小時要吃進第二餐以此類推到你睡前三小時 睡前三小時內你是不可以再進食任何的食物的 每一餐蛋都要配上15ml的優質的油脂 例如像是橄欖油啊,奶油或者是椰子油更高階的油 那一天至少要吃六顆蛋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三天的體型變化會是怎樣吧 開始 好的,第一天是找這個樣子 蛋蛋餐第一天體重50公斤 體肢29.3 第一天的第一餐就先從荷包蛋開始吧 第二餐吃咖哩炒蛋 吃蛋,第三餐吃糖心蛋 蛋蛋餐第一天終於結束了 現在覺得很餓,感覺肚子沒有消很多 我希望明天早上起來可以瘦一點哦 晚安 第二天的升級 蛋蛋餐第二天體重49.6 體肢30.3 第二天的第一餐兩顆荷包蛋 然後偷渡了一點點的低碳水沙沙沙醬 蛋蛋餐第二餐吃糖心蛋 然後我有淋一些油 還有喝5咖啡的果寶茶 然後提醒大家就是吃蛋蛋餐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吃,只有吃蛋跟油 記得要多補充水分哦 可以喝茶或者是黑咖啡 第三餐一樣吃糖心蛋 加了一點Q.5 湯米美乃滋 然後一樣喝果寶茶 真的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等一下又要出門買蛋了 好的 因為我不該測美乃滋了 我的飲料好喝哦 我不想吃 天安第二天啊 運動完吃最後1顆蛋 耶 耶!第二天結束了! 第三天的生情 蛋蛋餐第三天 早上起床停的喔 四十週點三 一至二十九點一 第三天的第一餐一樣是兩顆荷包蛋 配上低碳學的沙沙醬 蛋蛋餐第三天第二餐 因為人還在外面睡吃了兩個炸葉蛋 哈囉蛋蛋餐第三天第三餐 吃到沒有什麼變化了 所以我用煎蛋加了塔巴斯科 哈囉大家今天吃蛋蛋餐第三天 已經結束了 那 我現在目前的狀況其實沒有很餓 而且我今天還去捐血 就是一切都非常的良好 所以我是覺得不用擔心啦 如果你生痛有滿一個月或是已經習慣生痛來回的人 吃蛋蛋餐其實是ok的這樣 那我現在非常期待就是明天早上的體重變化 跟體肌變化還有身心變化 那其實通常 吃完蛋蛋餐我大概會排給自己兩到三天的複食 複食的部分呢就是要慢慢的進碳水 就是一剛開始可能也是只吃蛋 然後開始慢慢加一點肉 然後加蛋加肉之後就再加一點菜 就是碳水化合物要慢慢加上去 它才不會就是複重的太快 那有時候你複食吃得好的話 還可以再繼續熟 當然是要看每個人身體我個人是沒有 我個人就是 就算是這樣慢慢加上去 它體重就會加 但是我覺得 就是這三天吃蛋 基本上肯定會狂掉 因為畢竟你吃進的熱量這麼少 吃進的東西這麼少 你不大便都是正常的 那如果說複食餐吃進你的東西 體重會加 這很正常吧 只是看會不會一下暴走壓很多 這樣就是沒意義的 但是因為我這次的program 就是只有到這邊沒有複食餐 因為我明後天就是有事情 是沒有辦法繼續吃複食餐的 我就只能恢復正常生命 這樣吃完啦 好養心喔 明天都可以吃這草食物了 掰 單餐結束的身形 我覺得整體有瘦 單餐結束的體重是48.8 跟第一天比小了1.2公斤 體脂30%跟第一天比小了0.7% 但是因為體脂一直都是 就是跟體重是比例的問題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不用太在意 因為它跟你喝水的多管也有相關性喔 比你要喝水的多管 所以能炒水的多管 看見了 你選你 他跟兩邊 我感覺很慘 像我一邊 看見